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那么根据这个倡议 台美双方会启动贸易谈判 以便在未来能够获得一个高标准 具有经济利益的贸易协议 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 与美国副贸易代表碧昂齐视讯会议 双方宣布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创意 涵盖贸易便捷 法规制定 农业 非市场经济等11个议题谈判 预计6月底将在华府举行第一次会议 我们多年来期望跟美国展开的贸易谈判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正式进行 这项谈判的结果 可以为未来台美关系的发展 奠定可长可久的基础 会产生更大的经贸合作空间 可以说是台美经贸发展上的 历史性的一个突破 更正中表示 双方谈判议题广泛 未来会与时俱进 扩大范围 倡议包含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分 有望加速完成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也强调会继续努力推动参加iPath 台美贸易创意启动 工商协计会理事长林博峰表示 肯定政府在台美经贸协商付出的努力 商总理事长许舒博认为 台美谈判过程中因纳入工商界的声音 学国中小企业总会理事长李玉佳表示 乐见 开大门 谈事情 中金院学者李纯表示 台美21世纪贸易创意启动 显示台湾地位大跃升 美国正式将台湾视为 如日本 欧盟一般的重要经贸伙伴 新唐人亚太电视 池千里 张元亭 台湾 台北报导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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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